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华夏政论研究会的执行会长王中平先生 我们谈的是美中贸易战 会不会继续升级还是说通过双方的谈判 最终达成一个妥协 使美中回到正常的经贸关系 不至于中美关系出现全面的倒退 我们这里电话是18779133889 18779133889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讨论 王先生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 现在特别是周边的一些国家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会不会因为一场贸易关系 会造成美中关系的全面倒退 因为毕竟现在看来 由于双方的差距比较大 最主要美国带有一个战略诉求的这一次的贸易战 不是单纯的减少你对我的贸易顺差问题 所以这个就把问题比较复杂 再加上中国一个中国制造2025 又是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超越 甚至包括中国2030年整体国民实力 会超越美国一系列的这种狼来狼来的韩法 会使得这场贸易谈判会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非常的艰难 美中 worse and worse 会不会出现全面的关系的倒退 我估计啊 大概还不至于 因为美国也受其他国家的制约 你刚刚提到华尔斯追的这个担心 况且是明确担心 明确是 上次的时候中国有两国之间有报约贸易战 可能的时候 这个股票已经下降了一万多年了 那已经告诉你了 那下降了以后就损失了一万亿了 是 是不是啊 所以当然他们是很担心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这个很清楚嘛 所以这个他们也对美国是一个压力 对不对 他们是这样不要打正方妥协 妥协倒是要两方面要農过妥协 不是一方面可以妥协 对不对 所以两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谈妥 这个毫无疑问了 因为不可能把世界整个毁灭掉 这个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条件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拿东西来换 美国是讲了一个确定印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拿确定印 大家是可以 不会您的主意不错 对 咱们拿台湾换吧 对啊 而且我们来现在换将来 或将来换现在也可以啊 或者是区域换全球 全球换区域嘛 所以现在呢 从整个的趋势看来的话 中国是有利的 因为中国有两个有利 第一实践的中国一直往上升 整个美国是往下降 所以就等一等人一忍对中国是有利 第二 这个全球方面上 美国是在收缩 中国是在全球扩张 对 是不是啊 所以那麽扩张的话 当然可以等一等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两个对中国有利 所以我认为 从中国的战略观点来讲的话 如果是纯粹 不牵涉到这个 这个战略上的成绩的话 纯粹是贸易 金钱的方面 我们可以浪步 但是如果牵涉到这个 更进一步的事情了吗 那我们就不能浪步了 浪步了 我们就没有前途了 那是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拿什么东西的换 美国要现在的 OK 我现在给你钱嘛 对不对 我是换江南嘛 我拿现在换江南嘛 这是很可平的嘛 而且这个很实际 美国有个理解 美国有个理解 如果对可以啊 你现在要我就给你 我这换江南 对吧 那你将来就 就不要讲了 所以如果你要现在将来 一万多都是你拿的话 那是门都没有啊 中国也不是 当年的武侠阿文可比了 这个你要 一个战略上 你要认识很清楚 你的对手是很厉害的 双方都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啊 而且双方手里的筹码都不少 都不少啊 但是现在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 不要把最后搞到全世界出波及 这个是大家都避免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嗯 现在很多人都在拿当年日本跟美国的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 对 美国出手 让日本全面让步 对 其实当年的时候 日本的国民总产制 个人 人均国民总产制 已经超越美国了 对啊 比现在中国还强的 对对 第二个呢 那个时候日本的除了国民总产值超越美国之外 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占美国国民总产值的份额已经超过了60%了 对 就一半以上了 一半以上了 对 中国现在也差不多是在那个那个氛围上 对对 第三个呢 其实那时候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的顺差也不过是800亿 对 并没有现在的像中国这么高 当然了 因为 当然年8百亿很多 货价格不一样了 8百亿等于是1000多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的出手是有步骤 对 而且有准备 对 有战略考量 对 是一步一步出手 对对对 最后日本是一退再退 一退再退 对对对 最后日元升值 对对 不要这场贸易战 美日的贸易战是不仅仅是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这个减低 包括日元的升值 对 包括日本开放大幅开放美国的这个产品市场 是一个综合的一个package 对 那个时候美国才可以大获全胜 对 现在我看到日本产机新闻有个评论 他说 日本的这个事情不会在中美贸易战重演 对 当然不会的 他说不会重演 他说第一个 中国支付得起 对 美国的高额要价 对 但是美国跟中国都不敢全面的造成关系的倒退 对 那个时候美国打日本根本没有关系倒退问题 对 你就是我的小弟 对 打你就打你了 对 而且这次又不牵扯到人民币的币值的问题 对 您怎么看 日本昔日的这种美国的完胜的经验适合用于今天吗 不适合用于今天 但是这个经验的教训可以拿到 对 因为当年啊 这个把日元升值啊 对日本人来讲短期来讲是有利的 当然有利了 之前了 之前 这个日元之前 所以到美国到处买 80年把纽约的Rockbill大厦都买过去了 包括洛杉矶的当场的两个主要币 人都在日本买的 对啊 还有那个Sony都买过去了嘛 是 还有都是钱嘛 所以日本开很好啊 没错 我这个短期的还是有利的 可是这一下 把国内的那个经济基础就搞垮了 而且它国内的 消不出去 它的股票市场 房地产市场的巨大的泡沫 就建立下来 对 而且这个日本呢 是一个到底是一个小国 对不对 跟美国不能匹配吧 美国家 你买一个Rockbill 你把整个家座买去 我都不怕吧 对啊 那个家座就比日本还大吧 那你不能比吧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日本后来 从那个广场协议以后 就发现散当了 20年经济持疼 是不是 美国出手出的很重啊 很重啊 我记得当年 那个我看过日本人 在讲这段说 他说 美国人在这个 这个节目上 砸日本的电视机 砸日本的机车 这个 掀起来的美国呢 这个民众的这个 这个民粹的情绪啊 是很厉害 到现在为止 起码对华贸易还没这样 对 可是这个是 就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日本呢 当时 日本也取得很厉害 Rising of Sun 是 太阳升起来了 就取代日本 取代世界 也很厉害 有一个口号嘛 打不过美国 可买得起美国 所以这个是 美国是战略上厉害 就是要把 压制你 然后日本垮了 现在垮得一塌不土 所以现在就是 中国跟他打的时候 不要上他的当 在战略上 他主要的目的 不是在这个贸易多少钱 他战略上 是要把你打下去 你不能跟他平起平坐 你不能超越他 高端技术 科学上的进展 他要吃住你 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 但是中国这方面 影响很深刻嘛 因为中国有一个 巨大的内需市场 对 日本不存在一个内需市场 如果美国不让他卖货到美国了 他日本很多厂都 就真的生存不了 关键 中国不怕 不怕 中兴倒了 我还有王兴还有李兴 我还可以搞 对对对 内需市场越来越大 而且中国 人民收入越高 内需市场越大 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对啊 2019年中国可能会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啊 人口多嘛 14亿人 以前穷 买不起 中国中产界三亿多人口 超过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 那他们都是有钱人嘛 要买什么都不可以买 所以他们开玩笑说 中国人小买点收拾品 可以把世界全买空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两个不能批评 但是中国一定要警惕 美国是有战略眼光的 是要打你的 你这个你要清楚的认识 所以不要斤斤计较 这个多少亿美金的这个 就是不光要盯着这个数字 还是要盯着一个战略高 当然这里面啊 我还是想引用日本的这个产情新闻 这个这个报道 他们不一定对 起码是以加之说 对 他不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战会打到两败俱伤 对 基本不光是他这么认为 我看到这个欧洲啊 这些这些评论啊 甚至包括新加坡的评论 都不认为中美会两败俱伤 对 现在日本反而担心 日本这个产情新闻就公开讲 他说啊 他说我们不是要担心中美会大打出手 中美不会大打出手 他认为这是他的判断 他说中美不会大打出手 两败俱伤 不是当时川普的风格 不会两败俱伤的 对 他说我们反而应该担心什么呢 日本叫第二次尼克松效应 他说当年尼克松越境外交 对 72年跟中国达成协议秘密访华 根本没经过日本 对 他说这一次 别看Donald Trump要价很高 对 他说中美这一次 如果再达成一次妥协 对 弄不好日本又被充满 对 他说很有可能 他最担心是什么 嗯 我得请教您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说啊 最有可能会发生的是 对日本最糟糕的是 中美谈双边自由贸易 嗯 他说如果中美 完全搞一个大的picture 我们全面谈自由贸易 你也不用担心顺差逆差了 自由贸易 我们两国之间 我不给别人 我给你 我银行向你开放 保险业向你开放 全部开放 你呢 科技向我开放 对 好 咱们自由贸易 对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危言耸听的 还是日本人担心过度了 对 或者很有现实意义吗 对 对有啊 因为日本这个担心也有可能的 因为中美之间啊 如果你是两个之间啊 你得我事啊 是零和游戏的话了 那就很危险了 就两败俱伤了 最后就 所以现在事情还很大嘛 所以美国学者有很多提议嘛 这个问题是说 在我们之间的得失啊 不重要 你把世界来嘛 所以美国人是另外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说战略人的 我讲中国是全球活成嘛 对 是不是啊 所以有很多学者叫美国人比较傻瓜 控制个台湾 失去了整个世界嘛 没错 是不是啊 现在看来美国的策略确实有问题 现在他们现在担心的事情就是说 美国就提上G2 就是我们两个 两个就是整个世界被两个国家瓜分了 这个是其他国家担心的事情 对啊 怕他们两个根儿来好 你也不省事 我也不省事 我们双方都有得 赚十斤的钱 赚十斤的钱嘛 好 我们时间关系休息一下